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客气了 但是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台还有军事评论员 您对他们的水平怎么看 你怎么这么问 我的习惯是从来不评价同行 这是一句话 你看我从来我没评价过同行 再一个我听说他们的收视率 是你们台内是不是跟你们变价齐驱的 您真会说话 收视率 您真会说话 它事实上是第一 第一 这个就说人们对军事 我电视观众当中军事迷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节目叫军情观察室 其实做的也不怎么样 做的很好 但是多少年雷打不动的 他就说他是从来的第一 全台收视率 我们大家互相比 都是从第二开始比 就因为他军院第一 他们说这叫什么 这叫一种不可逆的收视 就是说他就是喜欢军事 除非 除非有一天我们尺度更大了 准许做监情观察室 对对对 但是将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对对 您有没有体会到 就人群当中啊 好军事这口的人 对我也想问一下 而且相当狂热 军事他是这样 我专门做过研究 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节目 我今年做这个军事评论节目 是21年了 这比我们节目历史还凑 你节目15年 你节目15年 我是1992年 当时中央电台有个军事天地 那个时候中央电台 一共没几个台 中央一套做军事天地 军事天地第一个节目 是36级古今台 以后慢慢慢慢讲 一些兵器啊什么的 那么他这个东西呢 他是这样的 他本身均是他神秘 对 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啊 你一般的知道 也是搞不太明白 所以他有神秘感 再一个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呃就是说 呃他这个知识啊 比较复杂一些 嗯 知识比较复杂一些 你自己看一些东西 那是爱好者 一些爱好者 你想很深入地了解他 也很难 这个因为他最底层的是技术 武器 打仗啊 战略 平常我们看的一些新闻 好多都是战略比较多一点 这热点啦 那危机啦 这个比较多 所以想把这个事 从纵深给他弄清楚 横的 纵的都搞清楚 不是太容易 嗯 而且呢 你说 呃他这个央视的 这个军事评论啊 其实跟这个凤凰的军事评论 他也不一样 你像我们那个家药 那感觉是美洲宣布一次战争开出 我们老在公司里面笑话他们 我说我们董家药是美洲都巴不得要战争要爆发那个感觉 我每次在走廊里碰见他 我说会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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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不敢这么说 那不行 那有要求的 家药不错 我有一年大公报一百年的时候 他们邀请我到香港去 正好家药在现场采访 他说走吧 到我们那去看看 嗯 然后他还给我买那个票坐船好像 嗯 到你们那个办公楼 我一看我以为富豪好大楼 听说你们现在盖大楼了 嗯 当时还是小楼 对 就两三层 租了几层啊 租了几层 对 是 家药不错 家药这些年真是 现在是做做出名来了 对对 那这更得请教请教您了 对吧 您说这个平常经常他这讲的很多这个话呀 现在在这个网上啊 也成为这个很多话题 嗯 说您啊风格也有一个变化 开头您说的很严肃 但是后来有的军事迷觉得呢 您也有点这个什么演绎 您觉得是吗 嗯 他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在央视 他有一些个 有时候有一些要求 有一些要求 比方说像我们身份也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场说的时候呢 您看咱们节目也是录像 嗯 但是我平常做的好多节目呢 它是直播 嗯 直播的话呢 那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出去了 就不能下来 就出去了 就直播有直播的好处 就是这样的话 我现场可以把我的话说出去 但是那直播有相当大的风险 你要说的会打起来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我们轻易不会说这种特别绝对的话 那么但是他有个好处就是后期编导 他没法简洁我的话 哈哈哈哈 录播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那编导说了 你可就是说啊 这个放开来说 结果说完了以后 他按照他的要求 批了发 上将三分一 对 全剪完了 剪完了之后 你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很难表达 我想表达的意思 因为军事的事情 他需要一定的铺垫 没有铺垫 上来就动不动要打起来 打不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太好 可是我后期一件事 就是张老师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观众 或者军事迷 嗯 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 是吧 你有没有比较过 是不是中国的观众 或者是一般的 我们大众里面 对于军事感兴趣的人 是不是比例上 会比别的国家多呢 呃 你讲你 其实你讲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对军事感兴趣的 非常多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 呃 有历史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 有上午的传统 嗯 像我苍州呢 您先生有高级 我我年轻的时候练 不光我练 所有你小孩都练 苍州好像都练 什么发跟头 耍跟头啊 翻跟头啊 耍棍棒啊 什么这些的都会 那是必须的 就他有这种上午的精神 这是一点 嗯 第二点呢 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民族 嗯 这个这个这个 遭外敌侵略比较多 嗯 所以老百姓 他自然有这种 这种这种忧患意识 所以他喜欢看这种军事 通过军事的强大 希望自己崛起 又这样 这和他们美国英国 他完全不一样 不太一样 他当殖民地惯了 今儿打这个名打那个 所以他不需要这样 呃 那么我也到过 其他的一些国家去 呃 你比方说美国 美国他喜欢搞一些 高层次的军事的一些思考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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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我我我比较熟的就原来克索战争总指挥 呃克拉克嗯呃空军上将当时他他他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他到我们的学校去讲课 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当时我面对面跟他交流 他退役了他本来他当时想想想想当参联会主席结果因为跟跟克林顿关系不好最后就是下了下了以后他就是他就到电视台当军事评论员啊就这人克拉克他就这个就是美国的退下来的将军 呃他原来海外战争总指挥斯瓦斯科普夫是上将嗯这个路径光头 胖了 嗯对 一个上将退下来以后你猜猜他干什么参加美国的这个这个海选啊从海选开始的知识竞赛 哈哈哈老头得第一名哎呦 美国你知道他没有照顾不照顾这一说你会就会不会就算 我就说一个退休的上将他有这种知识水平相当厉害 另外呢美国他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军事已经高层次了我们中国还处于非常低的层次 嗯他军队将领退下来几乎说百分之八九十吧嗯他选择第二产业第二第三产业都是在大公司的兼职 你比方兼这个大的公司的董事长啊总经理这个特别多因为美国他要全球去投资 比方说美国现在考虑要不要到朝鲜去投资嗯要不要到阿富汗去投资嗯要不要到伊拉克去投资那是他们的曾经的战场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要对风险进行评估那谁懂这个东西啊我万一这个东西扔进去以后这个血本无归 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这个将军这些人因为他美国的将军他有一些战略头脑 而且他经过的训练比较多到大公司这当董事长他亲自拍板 嗯还有的呢呃去给人当咨询机构啊当这个智库啊就搞这个对啊 但是有一些个国家的话呢他是他这个军事是不行原来在日本 嗯日本绝对不允许谁出来经常办一些军事节目 因为日本他战败过这是禁止你搞这个东西的啊是吗那是绝不可能 你上街我到日本去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人穿军装在街上走过 我也到他自卫队到他防卫防卫省都去过 那是这是绝不允许的他是绝不允许的那还得了 但是不是说日本有一些政坛上的人他一直在企图蠢蠢欲动 就是这就想要让日本自卫队军队化嘛但是你作为军人在大街上走 或者是在内不不停的办军事节目去嚷嚷那老百姓是反感的那是不行 包括德国对就是战败国他他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战胜国他往更高层次军事战略层次国际战略层次 所以呃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他的军事高级将军他思考的是国家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国家的安全 这样的或者怎么样更惩罚世界这样的呃这个日本呢和德国因为他战败国 他就是这个军事他不不能太发展那您说我们国家这个思考水平比较低是直升 我我们这个思考层次比较低呢他出于什么呢就是思考呃说哎呦F35厉害 这好玩F35这厉害这个跟歼10比怎么样那歼10早就给打胖下了说苏35最厉害 对不对苏35这个这个要装点中国的电子系统那比这个F15要要先进四倍啊 中国预警机出来了预警机出来了美国呢算什么呀比美国要先进20年 就是就是网友他特别喜欢基本上还是类台武器武器比较 喜欢这个武器啊就是拿美国一个武器拿中国武器比看谁先进 就是我的专业是军事装备学 我是这方面的博士生导师啊也带博士后 就是这个装备啊一个装备和另外一个装备可以静止的比 但是静止的比有什么用呢 你在你在拿两个装备放在那他就打他靠人看着飞机去 对不对开始坦克开始飞机去打仗 要把人的因素战法因素加进去才行 要有对抗要有战法 出色让我欲罢不能 我是陈坤 选择东风标志308 选择出色2013款全新上市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靠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你说中国这个军事迷网友 他经常会感兴趣的就是比如说 中国的现在的军力啊 军事水平 假如跟老美打 对吧 咱别说全面的要是一个小的局部战争 是不是咱们完全不是个 就是完全没有跟老美抗衡的能力 就是你说的是一派的观点 就是唯武器论就认为 我们的武器装备 总的来讲和美国比的话 是落后10年到15年 总的来讲 当然有个别的比它差距小一点 比方说航天 我们的载人航天 整个的航天 航天带动我们二炮 因为二炮和航天的技术差不多 这方面比它要短 比方说差距五年 也不会比它强 你比方说美国载人航天 肯定比中国早嘛 对不对 往返航天嘛 你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总的我比美国是落后的 这肯定是落后的 那么 但是的话呢 另外一派的观点 比如说我个人的观点 我是军事装备学 这方面的话呢 我就说 不能说装备落后 我们打起来就打不过人家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 就是一列甚优的历史 我们22年 从土地革命战争 到抗日战争 到解放战争 全都是用那些 烂七八糟的东西 刀枪棍棒 小米架步枪 最后大 您觉得今天还真行吗 靠小米架步枪 人民战争 能跟美国练 好多人问我 现在人民战争还有用吗 我说这个人民战争啊 这个不管到什么时候 它仍然有用 人民战争 它两个层次 可以理解 就是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这是一点 就我为什么打这个仗 我为了人民的利益 你要抗日战争 我打赢抗日战争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打赢这个战争 是依靠人民群众去打 就这两点 你说它武器再发展 不能是人民战争 就没用了 而且还牵涉到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 人民战争通常是在 一个被入侵的状况下面 发生的战争 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进行的战争 整个局面会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越战 像当年苏联进阿富汗 这都是一些超级大国 用超强的军力 打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 比看起来很弱小的地方 那最后都不怎么样 但是张老师 我可也听说过 您也有这个说走了的 说看走了眼的时候 说是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对 您说美军绝对进跑巴格达 会陷入伊拉克的人民战争 汪洋大海之中 结果最后美军就进了巴格达 您这人民战争 至少在伊拉克是没戏了 伊拉克当时 它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当时我判断 我判断的并没有错 因为伊拉克 我在那生活工作过两年 做翻译吗 我当翻译 那时候26、27岁 我知道伊拉克的情况 伊拉克的情况 当时我在的那个时候 人民群众对萨德姆 还是挺好的 你比方说 他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你比方说 25、26岁到30岁的 这样的年轻人 他有一套房子 两层楼 一个大院子 每个人一辆车 还全是宝马奔驰这样的 可以挺有钱 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绝对超过我一年的工资 就当时的情况 而且全民的免费医疗 你不管得什么病 就不用花钱 就烧油干什么 不用花钱 汽车 你随便加油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孩从幼儿园 到读完博士生 一分钱不用花 你起码这些个 他是可以的 所以说 这个根据这些东西的分析 老百姓对萨德姆 起码当时还是可以的 他最后我就一直 我当时就说嘛 对不对 我说这个美军进城 老百姓是反美的 美国不可能 这么轻而易举去进城 我是有我的理论的 最后就为什么突然进去了 当时我的判断 就是有人下命令 比方说军队 他不是说有人在抵抗 有人在投降 而是统一都消失了 这肯定是下命令 才有这种状态 那么谁下的命令 这是个问题 比方说 共和国卫队谁下的命令 那么以后呢 我就查查不着 就过了两年以后 他有个伊拉克战争 总指导弗兰克斯上将 退役了 他退役了就可以写自传 他这个自传写出来以后 他写了一本书 叫美国一兵 美国一兵 这哥们他就把这个过程说了 就当时知道这件事的 就是美军进城 以后怎么收买他 这件事的人 没有几个人 美国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 他老百姓 这个像斯诺登 他是老百姓 他不是军人 还有一些军队的情报 情报部门 那么在战场上 军队情报部门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在他进攻方向 就从科威特一直到 伊拉克这个这条公路 当时我就走了很多 这条公路 一条高速公路 这条公路旁边 驻扎的伊拉克的旅团 师军以上的指挥官 全被收买了 就他的电话号码 就随时打电话 就是美国说 我不要求你别的 我通过的时候 你不在 你消失 你愿意回家回家 我记得当年 那真是个谜题 对 就说打了半天 共和国卫队在哪呢 就不见了 你们记不记得那时 那真是个谜 他就消失 就不消失 他说保存实力 你消失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消失 你忘了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抵抗的 对 以后美国就开始搞心理战 搞舆论战 消失 那给我多少钱 那就要谈钱 那是下边谈钱的 肯定给钱 打到提克里地 打到包围巴格达的时候 打到包围巴格达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正好在直播间 直播间就是 那个 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约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就进入了那个花园广场 而且那个广场 我还去过 就是花园广场 相当于北京 一个街心公园那样的 街心公园 数着萨达姆的同像 就是 然后坦克 海津洛队的坦克进去了 进去转了两圈以后 坦克就 上面士兵就 一进去的时候 我看就不对 因为他把盖子都打开 士兵都露出脑袋来 怎么可能这样 这你进入 进入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陌生的一个战场的话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 当时我直播的时候 我是怎么脑袋都露出来了 那高楼啊 周围都是 你这一枪一个 就打怎么办 最后干脆不是露出来了 都下车了 下车了以后 一会儿就有人爬到 萨达姆那个同像机 就开始套上来拽 拽不动 拽不动以后 拿那个铁链子 就扔到坦克上 这都是美国准备好的 那些人 也是流亡的那些人 给他们接回来的 那是 全都可以 全买这个戏 真的是表演 以后我才知道 那是个戏 当时我就看着有毛病嘛 对不对 以后呢 就是提克里蒂 就是这个萨达姆的表弟 还是表哥 这个人呢 他是共和国 位的司令 就让美国给买通了 买通以后 他说给我什么代价 就是这好几码带 这个美元都给你了 给你以后家人 C130军用飞机 就停在萨达姆国际机场 就给你接到美国去 现在这哥们 估计在美国过得也不错 还一整容跑美国去了 你走 你走你的 但是你必须下命令 全部投降 化军为民 走了 就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美国 这个兵部学任 就进入巴格达城 但是你知道 你再往后看 过了几个月后 就出现费路杰血战 费路杰血战 跟美国决议死战 那次美国死了 好多人 那次就是老百姓感觉到 他们军队已经解散了 军队已经解散了 美军已经进了巴格达了 费路杰血战 那时候跟美国打了一仗 那是很惨的 他这股劲当时没出来 后边出来 因为军队是听命令的 他下边不知道 为什么让我们放下武器 他以为是一计呢 所以都放下武器 最后一看受骗 上当受骗了 费路杰打了一个 看来这个人民战争 也有软肋 不能谈钱 人民不能被收买 当官的不能被收买 当官的一收钱 人民战争不好使了 是吗 这是很重要一点 所以说现在我 去看广告江老师 您讲的很精彩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成都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投资热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对 你看咱刚才是的 人民战争也有碰到美元 不好使的时候 什么江建军 不是 我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斯诺登 这个斯诺登这个事 为什么他比刚才我说 这个还威胁 就是说美国花了大钱 那个C130就用飞机 把提克里地 从萨特末国际上 给弄到美国去了 就是他的前提是 你下命令 让他们全撤退 全都化军为民 穿上老百姓衣服走 以后就不用这个了 像斯诺登现在爆料的这个东西 以后他进入了 你比方说 一个司令的一个电脑 作战不约电脑 他给你修改你的作战命令 下面签字都有 然后就让你全军投降 几点几分之前 哪儿哪儿集合 怎么回事 他按照他的续续 下达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完全下达去 下面都以为是真的 所以说战争方式 这就是网络战 非常简单 而且再不用花钱 去贿赂那些军长市场了 我听过一个说法 老美不是老说 中国什么网络入侵他们 后来人家说 他们完全是 就说贼喊捉贼 就说实际上 美国才是网络战 理论和实践的 最牛的 在当今世界上 互联网一开始 就是他们的一个军事科技的 一个国防需要发展出来的 阿帕网 一开始 因为他从一开始 我就跟踪研究 而且2000年 这说话13年前 我写了一本专著 叫网络战争 美国就照您那本书 这么安排 当时很火 我的网络战争还没出来呢 第一天做了一个样书 摆在那个展校会上 一天边际告诉我就 卖出三万册 两万九千册 是美国国家 就是13年前 你想想 当时我就说 以后这个战争形态 要变成网络战争 你想想美国 他一开始 一开始 他那个国防部 有一个内部的网 是绝密的 叫阿帕网 这内部网 它是绝密的 绝密了以后 苏联解体之后呢 美国他说 咱们把这个网 给他开放民用 就民用 军长民用 民用 全世界都怀疑 说美国怎么回事 怎么把军网开成民用啊 就以后呢 把这个 咱们现在要CDMA CDMA 这个电话 你知道吗 对 在当时是绝密的 这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使用的标准的 标准的 标准的这个 这个军用电话 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 全都是CDMA的 就同时好几路电话 那一个电话 占线了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频道 这都是军用的 最后全开放 开放以后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开放以后的话呢 他就是说 让你老百姓 全都去用这 把军用网开放以后 鼓励老百姓 他的基础在他那 对 后门在他那 鼓励老百姓去 就是就像你 你抽大烟似的 先抽两口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下面一开始花钱了 一开始上演了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慢慢慢慢 一上了以后 他就开始收拾你 就开始控制你 好 然后再次 下一个 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